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債券還有股票 然後一些基本的特質 因為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講說 他如何去估計這些證券的價格 對不對 那有關於一些資本市場上面的一些法規跟制度 跟一些你該注意的這些長期資金的各項問題 那我們就在這一章節裡面跟各位講 因為最主要這一個章節呢 剛好符合我們的需求 因為我們在前面剛好講到這些長期資金 的資金成本如何估計 然後我們在下一章 就這一章的下一章 我們又要講說 公司如何去決定他的資本結構 資本結構就決定他要用多少資金是長期資金 負債要多少資金是自有資金 那決定這個資本結構 那當然也跟這個長期資金也有關係 然後我們之前講的資金成本的估計 也跟這個長期資金的資本市場 也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我們就剛好把這一章夾在這裡 我們來談談這些長期的資金 資本市場上面 然後一般企業在籌措這些資金的時候 會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問題 OK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公司在 Corporate Bond的一個市場 那當然這個 首先還是要稍微講一下公司為什麼要舉債 那我們其實在第二章跟第三章有跟各位講 我們第二章的時候就講到說 這個ROE如果拆解開來 那應該有一部分是ROA 另外一部分就是財務幹桿對不對 那我們有跟各位講財務幹桿 為什麼它是財務幹桿 我們說如果你的資產的報酬率高於舉債的資金成本的話 那舉債程度越高 你的ROE股東權益報酬率越來越高 所以舉債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去擴展你在資產報酬率 有優勢的狀態之下去擴展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因為當你使用舉債的資金的時候 債權能它原則上只會拿走原先約定的利率 但是如果你的資產報酬率是高於你舉債的資金成本 而且高的蠻多的話 那理論上這些沒有帶走的報酬率 就屬於股東可以擁有 所以我們其實像今天來講 是一個盲考的一個投資的期間 為什麼 因為今天你考量一下說我們目前舉債的資金成本 如果你不是借太久的話 那舉債的資金成本大概就2%左右 那你做任何一個投資都很容易超過2% 只要你努力的經營 我們甚至來講 如果說你的舉債資金成本就只有2%的話 那有些人就舉個比方說 你借了錢以後然後去買股票 只要你的股票報酬率超過2%的部分 那你就賺錢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從投資的一個市場裡面 你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大家對未來真的都還滿樂觀的話 那你會看到很多什麼 因為我們的資本市場上面有融資融券 那融資的話就借錢來買股票的指標嘛 那你就應該看到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去借錢的話 大致上來講利息大概多少 然後你如果能夠預期 你從買股票的過程當中 能夠賺到多少的報酬率 只要超過你的資金成本來講的話 那你理論上就賺錢 而且賺的錢那個報酬率是倍數上漲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說舉債的理由 我們大概在前面就有跟各位講過 他事實上能夠適度的去展延股東權益的一個報酬率 那當然他的負面的一個地方 我們事實上在下一個章節會講 就是說他可能會有一些導賬的風險 OK 所以一般來講企業他在決定到底要籌措多少 債務資金的時候 一方面當然大家可以想像說 可以適當的去擴充我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當然我也要絕對防止導賬的風險 因為有些時候導賬的風險來講 他的代價是蠻大的 所以這是一個企業發行債務的一些理由 那債券來講的話 我們通常來講有幾種分別債券的方法 那一種的話是依照公司到底有沒有提供擔保 有擔保的我們通常就把它簡稱為bomb 你常看到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公司如果在發行公司債 他一定要有擔保 這個擔保可能來自於兩種來源 第一種擔保是可能來自於公司主動提供的不動產 來當作擔保 我如果公司發行50億的債券 那我們可能說我公司有一棟大樓 那他的市價是超過50億 所以我如果到時候我還利息跟本金 如果出了問題的話 我就可以用這個大樓的所有權來當作擔保 ok 另外一種擔保的話 是透過金融機構來擔保 有些金融機構他願意在發行債券的廠商 如果遭遇到本金跟利息償還有困難的時候 那金融機構願意幫他去做這個擔保 那通常金融機構也可以從這些擔保的過程當中 得到一些commission 得到一些手續費 所以這種有擔保的公司債 其實絕大部分的公司債是有擔保的 那就是叫做bonds 那有一些公司可以發行信用債券 那發行信用債券大致上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有些公司真的是信用好到不行的公司 那他其實不用提供擔保 人們就願意去買他的債券 那有些公司是他現有的實質資產都已經 幫其他的債務都已經做擔保了 所以他沒有額外的資產可以再做擔保 那所以他就可以發行無擔保的債券 我們剛才所講的第一種就是說 一家公司不用擔保就可以借到錢的那一種 那當然是屬於正常的 deventure 那有一種是公司所有可以當作擔保的實質資產 都已經擔保了 我沒有額外的資產可以擔保 那那一種deventure的話 就有點像是比較像是垃圾債券 OK 就叫垃圾債券 所以這個信用債券當然是有兩個極端 就好像如果今天我們說非常有錢的人 那銀行我們現在比如說像陳老師 常常就會接到一些信用卡公司說 我們公司認為你過去信用狀況很高 我們也提供一筆兩百萬的信用貸款 那請問你需不需要 那我們利率呢其實也不高 百分之六 那這樣子來講當然是因為陳老師信用還不錯 對不對 那他們很可能信用卡公司從我過去的資料 知道說我信用狀況還不錯 所以他們願意主動去提供給我這樣的錢 那如果說你們目前還沒有賺錢能力的人 如果要去借兩百萬 而且不提供擔保的話 能不能借得到 能借得到 那你們用的條件就跟信用卡 或是現金卡的條件一樣 利率可能就要比我高一點 OK 那所以這是信用債券 那我們通常也可以利用 到期的時間長跟短 那我們通常有長期債券跟中期債券 長期債券就bund跟debenture 他是比較long term的 那中期債券的話就是七年左右 那那個叫做note 那債券當然在實物上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design 不同的設計 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純粹 那一種 我們在課堂上所講的就是說 它的那個 到期值是固定的 然後它的那個 我們剛才所講的那種 票面利率是固定的 期間是固定的 那那種債券就是一般的債券 但是一般的債券 通常來講 債權能跟發行者 可能都有某一種顧慮說 如果我當初 在利率相對比較低的時候 那我如果要去發行債券 那你很可能就會覺得說 對發行者來講 就比較容易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利率比較低的時候 要去買債券的話 那對於我們那個購買者來講 他可能就比較不利一點 因為他等於是說 我買了這個債券以後 未來二十年就套勞在 那非常低的殖利率上面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有些時候 你會發現發行債券 對發行人有利 對投資人不利 可是有些時候 公司如果發行債券的話 對發行人有利 但是對 對投資人不利 有些時候反過來 對投資人有利 對發行人不利 這要看利率的長短 因為你發債券的時候 如果相對起來 利率是高的 那對投資人來講是有利 對發行人來講不利 因為他使用債券的二十年 他完完全就套勞在高利率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呢 可能會有很多種 不同設計的債券 那不同設計的債券 可能有些時候是為了 讓發行人比較有彈性一點 有些時候是為了讓投資人 比較吸引投資人去投資一點 OK 所以這些東西呢 可能會依照不同的經濟狀況 不同公司的條件 那公司可能會去發行不同種類的債券 有些時候呢 是為了讓投資人更樂意來投資 有些時候呢 可能是幫工資適當的去減輕 公司未來的負擔 那所以呢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債券 第一個叫可數回債券 可數回債券呢 事實上是提供公司一種彈性 怎麼樣的彈性呢 公司很可能是在比較高利率的時候 去發行這個債券 如果他發行債券的期間是15年20年 那他很可能這個債券的利息負擔呢 就是在這15 20年當中 都會有非常高的利息負擔 可是他今天又非得要發行這個債券不行 因為他需要錢 所以他就發行什麼 可數回債券 這可數回債券呢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未來 當然這未來 當然就是公司可能要去猜 如果說這個公司預計未來5年以後 利率水準就會往下跌 所以他就可以發行一種可數回債券 那他在債券的發行的當時就 確定一些條款 他說債券的發行能 可以在5年以內 或是5年以後 以債券面額的多少比率 債券面額如果是100 債券面額假設就是以100來講的話 那他就可以用債券面額的103% 去回收所有的債券 OK 也就是說你可以去設定一個條件 可以回收的一個條件 5年以內或是5年以上 通常來講是會用5年以上 原因就是說至少他會前面5年 假設他會讓債券持有人 去enjoy比較高的報酬率 對不對 因為他的coupon rate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他5年以後如果要回收的話 他要用面額的103%去回收 那為什麼要用103%呢 這也是讓債券的持有人至少會覺得說 他不是有虧本 對不對 因為他至少回收的時候是用 我們假設面額是1萬塊的話 他用10300去回收你的債券 那他的代價為什麼願意提供這樣的一個 103%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他今天如果利率水準降下來了 他把這些舊的債還了 因為舊的債呢 他的利率水準是比較高的 我把舊的債還了 我可以用比較便宜的代價去借到新的債 我甚至是用便宜的代價去借到新的債 得到錢以後就把舊的債數回來 OK 所以大致上是用這種邏輯 所以這種可數回債券的話 通常是那個債券的發行人 在利率高檔的時候 發行債券不得已所做的一件事情 OK 那另外一個付買回債券 你要看一下我們這個英文是叫callable 那call的話呢 當然就是數回的意思 putable 那在英文裡面的話 我們英文當然就是call的話就是有買權 對不對 put的話就是有一個賣權的意思 那這個putable的一個bund就是說 債券的注意喔 持有人可以用某一個特定的價格 把債券賣給發行者 債券的時候有人可以以某一個特定的價格 將債券賣回給發行者 那通常這個債券是發行在什麼時候呢 發行在低利率的時候 那低利率的時候 債券的投資人 我們假設是一般的投資人 那他如果今天要去買債券 那如果現行的利率水準只有2% 3% 然後他會覺得說 那我一買了這個債券 就20年就套勞在2% 3%的債券上面 對我來講滑不來 所以呢 如果說未來債券的利率水準調高了 那利率水準調高各位也知道 我這個低利率的 我那個原先是低利率的股票 如果債券的利息調高了以後 我這個債券的價格 事實上是往下跌的 OK 那往下跌的話 對債券的持有人來講 他有莫大的一個損失的可能性 所以呢 理論上如果當目前利率水準很低的時候 那個投資人是不會買債券 如果債券沒有任何的條款的話 所以你要讓他有個 負買為的一個債券 負買為的債券就是說 債券的持有人 他可以決定 當然他所謂決定的時候 一定是利率水準往上調了以後 然後那個債券的價格一定就往下跌 比如說原先是 1萬塊左右的一個債券 那利率往上漲了 然後債券價格很可能就跌到8000塊 那跌到8000塊 當然對債券持有人來講 就輕何以堪嘛對不對 所以通常他會有個 負買回的條款 就是說債券發行的5年內 或多少年內 債券的持有人 可以將債券以多少的價格賣給發行人 這個價格很可能比如說 我們剛才很可能會定在9500塊 如果目前債券的價格是1萬塊左右 那你可能呢 債券的利率如果往上調的話 那很可能債券的價格可能會丟到9500塊 9000塊以下 那對於這些債券持有人 他至少可以把它賣回給那個發行的公司 所以這些付買回的債券 債券的持有人可以依合約的價格 將債券賣回給發行人 那這是付買回的債券 那付買回的債券那是提供給誰 提供給債券的投資人一個彈性 也就是說你在低利率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付這個付買回的一個條款在那裡的話 你的債券會很難賣 因為債券投資人也是聰明的 他知道利率漲漲跌跌 那目前的利率水準竟然這麼低 我如果去買債券的話 這等於套勞我自己 所以呢 為了以防利率再度上漲 而讓債券的持有人遭受損失 或是債券持有人也可以重新 他如果說把債券賣回給發行人之後呢 他可以得到現金可以投資在比較高利率的債券 對不對 所以給債券的持有人一些彈性 再過來呢 公司可以選擇發行所謂的可轉換公司債 可轉換公司債是一個 稍微來講比較複雜的一個債券 我們等一下會有 專有的一個篇幅來討論可轉換公司債 可轉換公司債是指說 債券的持有人 可以依照合約的條件 將債券轉換為普通股 OK 轉換為普通股 那所以呢 理論上來講呢 因為這個可轉換公司債有附屬這麼一個條款 附屬這麼一個彈性 所以你如果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呢 你的利率水準 通常就比一般的公司債要低 為什麼呢 因為你多了一個可轉換條款 這個可轉換條款是有價值的 對不對 這個可轉換條款是有價值的 所以理論上呢 因為你附屬的這個條款 所以利率呢 可能就可以稍微低一點 那這個對於投資人來講 跟對於發行公司來講 它各自有一些好處 那對於發行人來講 它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除了我們說利率是比較低一點 那這個利率可以比較低一點呢 還有呢第二個 我們公司來講 如果說原先的構想是想發行股票去籌資 可是呢 目前如果股價比較低名 那所以我如果用現行的股價去 發行股票去籌資的話 我要花比較多的單位 就發比較多的股份 才能籌到我想要的錢 OK 所以呢 我現在可能 短暫時間不太適合用股票去籌資 所以我就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那我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呢 我可以去定一個轉換條件 比如說我現在每股的股價 股價現有的市場股價是10塊錢 所以呢 我發行 債券 這債券我們假設它的命額是1萬塊錢 OK 那你如果要籌錯1萬塊錢的資金 如果用股票的話 你要發行1000股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就用可轉換公司債 我就先以債券的方式去發行 然後呢 我以後呢 我就訂定一個條款 說公司可以在未來 十年內或五年內 你可以用這張債券去轉換成 700股的普通股 我們為了簡單一點 我們假設轉換成500股普通股好了 轉換成500股普通股 你各位知道 我們本來債券是1萬塊錢命額 那如果我現在市價是10塊錢一股的話 我理論上要花1000股的股份 才能換取1萬塊錢的資金 可是我今天我可以給那個債券的持有的人 在未來五年之內呢 他可以轉換為500股的普通股 500股的普通股就代表每股的轉換價格 是等於20塊錢 所以呢 我如果說真的後來這個轉換條件成立了 什麼時候轉換條件會成立呢 當我這家公司的股票的價格超過20塊錢 如果超過20塊錢的話呢 你知道如果今天是債券是有人 他1萬塊錢的債券 可以轉換為500股的股票的話 那你今天如果債券的股票的價格超過20塊 假設到了25塊 到了25塊的話 那你覺得那個所有的債券持有人 他會怎麼樣 他就會去轉換嘛 對不對 他會轉換 因為對他來講 轉換為500股的話 那每股市價25塊的話 他整個債券 一張債券就可以換成 1萬2500塊錢的價值的股票 那當然願意去換 對不對 所以呢 對於發行公司來講 如果現在股價只有10塊錢 我只要花1000股 才能得到1萬塊錢的資金 可是呢 我如果花可轉換公司債 我可能以後的轉換價格 是20塊錢一股 所以我 為了得到1萬塊錢的資金 我以後只要損失500股的股份 對不對 那是不是發行條件上面來講 對發行人比較有益 因為如果說 這個公司原先就想用股權來籌措資金 只不過短暫時間 因為股價劣勢 所以他就先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OK 那對債券的持有人來講 他有什麼好處 他的好處當然就是說 一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債券是債 所以他有穩定的利息收入 雖然這個利息是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如果說等到公司的股價有上漲的話 他可以靠著轉換 將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 又得到一個資本利的 OK 所以對他來講 就有兩種可能的好處 那如果說 這個公司股票一直都沒有什麼起色 那至少你從頭到尾都還可以領到什麼 都還可以領到利息 因為我們假設這個債券的 應該是不會倒帳 通常可以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 一定都是那種 條件非常好的公司 才能發行可轉換公司 要不然賣不出去 對不對 那曾經有一年 鴻凱 他發行的一個可轉換公司債 那時候 有很多學生跑來問我說 這種公司債怎麼會成立 他可轉換公司債 他是這樣子 當初鴻凱的股票 一股是120塊錢 那他發行的可轉換公司債 他的利率 他的利率基本上就是等於零 就是利率基本上等於零 OK 然後這個可轉換公司債的一個條件就是說 他在未來幾年 可以用每股140塊錢的一個代價去轉換 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 將公司來轉換為股票 所以大概就是 可能一張債券的話 可以轉換70股的 70股鴻凱的股票 所以每股的轉換價格大概是 140幾塊 OK 那有很多的學生就跑來問我 EMBA的學生就跑來問我 他說 這沒道理啊 當初鴻凱的股價只有120塊錢 如果你真的想只有鴻凱的股票 那你就直接到市場去買鴻凱的股票就好了 那你為什麼要去買他的可轉換公司債 那你覺得哪一方有道理 OK 那個可轉換公司債是到後來是 有非常多的人去塞到去登記要去購買 那我當初給學生的一個解釋是這樣子 我說如果你單純去擁有鴻凱的股票的話 沒有錯 你今天用120塊錢去買 那未來三年呢 鴻凱的股價可不可能往上漲 可能往上漲 可不可能往下跌 也有可能往下跌 對不對 那你買可轉換公司債的時候 你只有在股票往上漲的時候 你會去什麼 去轉換 對不對 股價往下跌的時候 你還會不會去轉換 不會 如果股價往下跌的話 你有什麼好處 你至少還可以維持原賬 因為他的實質利率幾乎等於零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持有鴻海的股票 你不知道鴻海未來三年是會往上漲往下跌 你現在去買他可轉換公司債 那你只有在鴻海股票漲到一百四十幾塊以後 你才會去轉換 OK 如果他鴻海的股票往下跌的話 你至少手頭上還是擁有一萬塊錢的債券 但是你如果今天直接用一百二十塊去買鴻海的股票 那三年以後 他當然也有可能漲到一百四十塊錢以上 也有可能怎麼樣 跌到什麼七八十塊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呢 你對一個穩健的一個投資人來講 他進可攻退可守 就去買可轉換公司債 OK 那所以呢 看到一些那個 那個市場上發生的事情 我們希望大家要懂得去動腦筋 去解釋一下為什麼 有那麼多人想要去買那個鴻海的可轉債 以本他的可轉換的價格是遠高於他的市價 這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為止 你有特別的話 好 인가 ... 我們可以走